中国和英国于6月达成协议 中国允许英国向其出口牛肉 英国政府表示 仅在第一个五年 其价值预计就能达到2.3亿英镑 这项协议的达成比预期要快得多 而且由于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牛肉进口国 这可能会对脱欧后的英国生产商发展 起到巨大推动作用 来看一下路透社的报道 大卫艾克斯伍德的农场 位于英格兰南部 占地超过2500英亩 它拥有600头牛 是众多可能从这项协议中受益的 英国农民之一 英国政府预计 未来五年 英国对亚洲国家的牛肉出口 将达到3.15亿美元左右 英国生产商希望抓住这一机会 据统计数据显示 2017年中国肉类消费总量约为800万吨 预计中国牛肉需求将同比增长近13% 这种增长很大程度上是由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推动的 此外巴西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目前是中国最大的肉类供应国 因此 英国牛肉生产商将在中国面临激烈的竞争 一位英国官员说 这是英国在脱欧之际寻求全球市场前景的一个标志 在英国推进脱欧之际 中国市场已成为英国未来贸易计划的前沿和中心 有点赚,有点赚,有点赚,有点赚